江湖传说,谁能够得到天下第一武功秘籍,因九真经的秘密,就可以雄霸天下。 从此,武林中人不分邪政,掀起了无数的兴风邪义,于是渐渐形成了以少林为首的中原六大派,少林,武当,峨眉,昆仑,崩洞。 他们自称为名教,可是武林中人却称之为败火教,他们行事毁秘,而且跟当时的元朝为敌,不断兴兵作乱,总座涉于光明的。 教中有紫白金青四大法王,武功绝世,分别是紫山龙王,白眉英王,金毛狮王,和清义福王。